嘿嘿 大家早 今天我有點睡過頭了 所以這一集的節省本動 我們就以早午餐會為主 首先一開始要跟大家講一下 吃東西用免洗筷比較不環保 所以我們這一集是錯誤的示範 但我們這一集的主題呢 來囉 我們要討論的是 國家聯盟我心目中的MVP 所以那三個 最後我們看到媒體上面公佈的入圍名單 我就不講了 太膚淺 這種東西我沒辦法講 我心目中的MVP 第一名 今年我選擇的是 洛基隊的Travis Story 因為Story呢 他在今年的一個整體的一個表現 我們從進階數據上來看 他的WAR值是5.6 那他前面兩個球技相加是5.8 所以他今年一年的成績 就快要接近前兩年整體的一個表現 那去年大家都曉得Story比較詬病的啊 去年他比較詬病的就是被刪證了191次 今年Story在這個被刪證的控制能力 其實也有做了蠻大幅度的一個修正 那同時呢他今年還有締造的一項紀錄 我覺得是蠻難能可貴的喔 他今年球技呢全壘打超過30隻 二壘安打超過40隻 另外還有25次起跳的倒壘成功 同時還有超過100分的打點 大聯盟史上只有兩位遊擊手 包含他在內曾經做到 另外一位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個人名字叫ERA 而且今年洛基可以比去年的 整個球技有更進步 去年在外卡站這邊呢 是輸給了響尾蛇 今年在外卡站他們贏了小熊 至少還挺進的分區系列賽 雖然最後對釀球人的結果不好 不過Story在球隊被淘汰以後 也說他們每一年都有進步 而且全隊的一個凝聚力是越來越好 那接下來我要討論的 我心目中另外一個國家聯盟MVB的人選 是3D Freeman 那Freeman呢 今年很難能可貴的地方是 他全情出賽 我們曉得去年Freeman其實蠻多災多難 畜生球一來 哇 又要躺一陣子了 今年至少他在整個身體狀況 維持的是相當的好 而且他今年在整個球隊這邊的一個 貢獻度來講 除了在手背上 又拿到了一座國家聯盟的金手套之外 今年在打擊 他不管在得點圈有人 或者是得點圈有人兩出局 他的打擊率都超過了三成一 那甚至在更高張力的一個比賽 我們就曉得就是可能比賽中後段 分數接近的一個比賽 他的打擊率也來到三成一七 那今年在勇士隊這邊 我們看到很多的騎兵 我們有看到 Akunia 那另外有看到 Karmago 喔 這個也是突然間 竄出來的一位三壘新秀 那另外還有一個工具人 Kerperson 其實這幾個球員都表現得很突出 那Freeman跟另外一位老將 Makikas就是成為了勇士隊 非常重要的一個精神領袖 而且今年勇士 可以重新的打回季後賽 我覺得Freeman也是功不可沒 在我心中 他也是我覺得國家聯盟 一個蠻不錯的MVP人選 所以傑森要講這麼多 我不預測 說一下 我覺得Bias今年上下半季 打得差太多了 那其他的人嗎 Arenado離開洛基主場 打得還比較不好 所以就是 但是Story離開洛基 離開Crossfield到山下 打得還比Arenado好 那所以你到底預測一下 好壓力局了